Hello大家好,我是Phoeb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想给大家做一期 Chenel经典款包包的测评 其中呢,我会介绍Chenel最经典的The Boy 还有之前大火的流浪包 还有去年开始大火的一款E9的圆饼 所以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视频感兴趣呢 那么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哦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呢,第一款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Chenel家最经典的这款The Boy 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是贵姐叫它 富盆子红是不是听起来 也很高级的颜色的名字 然后这款呢,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链条啊,看起来很沉 但实际上拿在手里 它这个链条非常非常的轻 就一点重量都没有 然后还有它这个扣子的话 乍看去好像是有一些划痕啊什么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是它家专门的一个复古做旧的一个款式 而且这个是The Boy的小号 别看它小呢 但是其实里面能装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它里面是一个隔层 在里面有一个特别小的隔层 没有拉链的 然后它里面装了洗手液 还有一个卡包 还有钥匙 还有一个护手霜 还有一个手机 所以这个手机还是挺大的 所以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还有一个口红 还有一团小镜子 所以它的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还是它家的小号 所以这款呢,其实是可甜可咸的 就是你穿职业装的时候背啊 也是挺合适的 然后你平时休闲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挺时尚复古的一个款式 所以这个是最经典的这一款 Shin'o推荐给大家 哦,还忘说了 然后它的这个皮子的话是小牛皮的 然后因为小牛皮的话会比小羊皮耐操一点 而且摸上去也是特别柔软光滑的 这个皮质真的是特别的好 然后下面这一款呢 就是万众瞩目的流浪包 这款当年真的很火 即使现在也是它家特别火的一款 这款的话很多明星都在背 而且它这个配色就是黑白配色 是最火的 而且特别经典 然后还有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的皮子 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 皱皱的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就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真的不是这样的 它家这个是复古的 就是专门做旧的这种 然后它家这一款皮质呢 也是跟那个葛伯一样 是牛皮的 特别耐操 还有这款是流浪包的小 好像它的里面就是容量特别的大 基本上日常用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 然后这里面还有 这一只两个小的隔带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拉链的这个按带 而且这款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我最喜欢这款包呢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 Chibelle的这个复古金的这个扣子 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还有它家这款流浪包呢 最经典的就是链条 这个链条上集合了它家所有设计的元素 比如说亮银亮银的链条 复古银的链条 然后这边还有亮金的链条 所以就是它家所有这个经典的元素 都集合于这一个包包上 还有这个这个扣子是属于复古金的 还有另外想跟大家说呢 是这款包包它的背法 就是特别的特别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有好几种背法 其中最火的呢就是这样背 就是这样背 这样背起来就感觉真的超轻 感觉可以马上出去流浪那种 出去旅行啊 还有穿休闲衣服的时候 真的特别的合适 但是这款呢 如果你平时是 经常穿职业装的职场的人呢 我觉得这款可能还不如老boy那一款 比较适合 所以这款呢就是包如其名 就是非常休闲啊 的这款 所以这款呢就是比较casual 比较随意啊什么的 所以推荐给喜欢流浪的你 下面这款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人见人爱的小可爱 等等等等就是这一款Chanel的19元饼 它真的是大有来头 它是老佛爷去世之前设计的最后一款包包 就是Chanel的19 这款呢是元饼 首先这款包包呢非常有设计感 你们看它的logo 看不看得见 这个logo都是Chanel前所未有的一款设计 皮穿链的设计 这个logo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而且它这个元饼的包包呢 它这个链条也是一个特色 就是它也是结合了很多 它们的设计元素比如说这款呢是亮银 这个呢是复古金 然后再到这边呢还是复古金 再加上它这个小链子的话 它也是复古金色的 而且它这款小链子不只是能当装饰的话 而且我们比较娇小的女生呢 还可以这样提着当一个小银钱包啊什么的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它的皮质和我刚才说的那个le boy和流浪包是不一样的 它是羊皮的皮质就是小羊皮的皮质 我起来更加的有质感 而且非常的软 然后它的里面的容量呢就是唯一它的缺点就是可能装不下什么手机 但是我相信现在出的这个折叠手机它是肯定能放得下的 它里面的容量其实是挺大的 只不过爱于它这个圆饼的这个形状吧 所以一般长的手机是放不下的 但是这款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夏天 这款呢也推荐给大家 它是橘红色的 所以看起来特别的夏天 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吸睛 就是背上它你就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Shinale的卡包 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香芋子 而且它这款卡包呢其实是它家的一个新款的卡包 它后面呢有五个卡槽 把它打开前面还可以放一个卡 就是它容量还是蛮大的 比如出门呢我们再也不用带钱包了 我们就带一款卡包就可以出门了 但是这款卡包呢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 它这个拉链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把前面放了卡 后面放了卡之后呢 可能就很难再放进去一张卡了 只能放一些票据啊什么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这一款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性价比特别的高 然后它的材质呢是小羊皮的 就摸起来特别的软 特别的有质感 哈喽大家 我还要说一下今天我这个视频里的Shinale包包 全部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 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太害羞了 它不愿意出镜 所以呢就只能让我代为给它录了 但是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下一期的视频 我真的很希望我能说服它 跟我一起来录一期视频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哦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